黑衣男頭戴安全帽蓋上面 照遮住簡張臉 緩緩走向路邊 還以為他要前車 坐上車後還擺頭看了幾眼 下一秒竟然開始徒手拆零件 但他根本不是車主 深夜又是他走進巷子裡 這回鎖定停在路邊的大型重機 蹲在路旁拿起工具拆卸 短短三天內接連犯案兩次 事發在台北市中正區的金山南路 鄰近東門市場 不管平日或假日都有滿滿人潮 嫌犯都會先四處觀察 確定沒人發現才下手 不僅拆下煞車油管 拉桿 還有離合器等等零件 全都偷走 犯案後他還準備好衣服 躲在巷子裡頭變裝 就是為了躲避追查 警方查出這名48歲的高姓男子 是一名工人 工程自己的機車快壞了 才會拆下別人的 看看合不合用 發現不合全都丟了 兩輛機車一輛採損三萬五千元 另外一輛是黃牌重機 採損將近七萬元 由於短時間內 連續接獲相同犯案手法 警方不敢大意 立即組成調查小組 這對犯前犯案動線 调閱監視器 擴大追查及積極比對 警方事後到 住宿逮人當場上號 家中也查或扳手等作案工具 這回犯案變成 替自己的機車走零件 但一輛機車 一輛大型重機 零件怎麼會相同 說法完全都不龍 體育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